今天在台灣東邊的太平洋高壓是稍微增強就向西延伸把水氣給推移開來 那麼台灣周邊水氣減少天氣就會變得比較穩定一些 因此今明兩天都是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那麼大環境上是吹偏南風到偏東南風 溫暖的空氣送上來再加上看到陽光露臉的關係 因此各地都是很晴朗炎熱的 今天白天高溫就可以來到32到35度左右 另外中央氣象局也發布了高溫提醒 上今天在南投雲林還有台南高雄屏東以及花東地區是發布了橙色燈號 代表有可能會連續出現36度以上高溫的機率 另外在雙北市還有彰化則是黃色燈號 也可能會突破36度以上的高溫 至於除了溫度會很高之外呢 今天中午前後其實紫外線含量也都是偏高 可能會來到過量甚至是危險等級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準備來盛訪熱傷害了 另外在降雨方面 今天東南部跟橫春半島會出現一些零星短暫的降雨 而其他地區像在山區跟近山區的平地則是午後受到熱力作用的影響會下起雷震雨 那麼明天禮拜五開始太平洋高壓會稍微減弱 台灣的水氣增多一些雲量也偏多 因此呢在上半天全台各地是多雲道晴的好天氣 不過午後依然受到熱力作用的影響會下起雷震雨 那麼降雨範圍依舊是位在山區跟靠近山區的平地 那麼溫度方面呢 禮拜五到禮拜天白天高溫是落在34到36度左右 提醒大家如果週末有安排外出的活動的話 記得要注意防曬還有防禦了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基隆30到32度 台北31到35度 新北31到35度 桃園31到34度 新竹30到33度 苗栗30到33度 中部地區台中31到34度 彰化31到34度 南投31到34度 雲林31到34度 嘉義是31到34度 大多是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南部地區台南31到32度 高雄32到33度 屏東31到35度 有可能會出現零星短暫降雨 東部地區宜蘭29到32度 花蓮30到33度 台東30到32度 山區在午後會出現雷震雨 外島地區廉漿26到29度 金門27到30度 澎湖29到31度 降雨之率落在10%到20% 最後小精靈再次提醒大家兩個天氣重點 第一個就是今天全台各地 都是高溫也熱 請做好防曬工作 多多補充水分 另外午後的話 可能會下起雷震雨 外出記得帶把傘了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姿勢 好嗎 好嗎 好嗎